就是受到这一个F4 就是这把杀力182个兵 飞机过来拿一个HP 那这部HP应该是要等对方 龙Buff消失的时候 要想对方主动求战了 现在三座防御塔领先对方的一座防御塔 那经济还是被对方走 所以现在其实是于PE来说 其实不好打 虽然来个大龙Buff 我都没有做什么了 应景的侍害 他今天当个Buff是缓解一下自己出息的想念 这个确实刚那波团营给了一个大龙 而且C卡这里第一勾没勾到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勾一个正在被大龙打的残血的人 这个人没有办法往后面躲伤害 然后他就算没有死 我再拉下去反显一个大招框在里面 是有机会击杀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发沟通和大龙 这个就比较 也是 冠军从中就大龙范围最大 对 这边是硬抵着来了 赵草原现在有400 而且现在说实话 轮子妈的装备非常的不错 哎 周董一个大招中路 没有插到 这边轮子妈的装备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他的装备反而是 在实用性上 我觉得他大过去之间 基本直接给了一个球 想要大一手 但是还是算了 轮子妈这里直接开几个大招啊 主要是邪式的实用性 对 平均 大家这一场应该知道的 主要是有多么的重点 而且即使对方有剩的情况 这一场你要对方打几个四招分推的话 就没法玩 所以我觉得乘下批有点把自己玩进去的 反正这边是破捷嘛 哎 到此反正这边是拔干净了 水 比较少机会 这些好几个铁掉 现在轮子妈的装备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很轻易 这边这边也是 而且是套路开始分推 这边分推 这边分推 雷价尔的手线能力还是比较强 对 双W这个AOE 收一波并还是有问题 而且还有日盐 这样的话 他手线方面是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但现在他们龙马斧反正是已经消失了 然后他们现在要找机会去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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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 九筒赶紧要出一下帽子 现在发条的装备输出倒是蛮足的 九筒主要是这个水银鞋出伤了 你看他这个面板的数据好像比发条要好一点 主攻很多 杀兵也很多 在机器上面的话 EP已经是反超了PE 就目前这个情况PE还是要暂时稳一稳 他们现在稳的话只能让对方这个点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 把视野先做回来 防止倒草人 他们最怕的其实就是两个C发育不好 因为这把两个C发育特别好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正面4v4 绝对打得赢 然后旁边还有个4L分推的 先给一个奔 这边是放了个灯了 没有后续 看到这边带着400的两个人 真的是有事 这边是直接抱团要推你的上路 是的 红叉银血加青 这一套装备的伤害是很高的 一A直接便爆 反正这个视野 两个人都带着400 这视野没法做了 完全压制 这边的话 纳美现在的伤害也不是很高 他的装备和轮子弯来比相差 相比是差的太多了 好 好 好 这是8-1-0吧 对 8-1-0 诶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9-0 9-0 蓝量不足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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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反之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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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